二生 一生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老师 大家好 4 这一期的努力 要向大家感兴趣 买好食就禁水瓶 买好食就禁水瓶 有一句话说 近水流带的前迟外 进水楼台前得月 你为了一个较好的环境 你可能接近你所未成的成果 他的记忆就会有接近 我们知道一个比水比较逢的人 他如果想吃到鱼 他所付出的事情就会更高 某一项的东西是三个五分 你所提到鱼吃的成果会更高 而且亲自来的更高 其实这部手机能够分享 只要是因为水比较能够吃就可以 其实这是真单身的 别让你干燥的料理 而且马上吃得更新的鱼 这部位让我们更新的贴旗 跟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其实 很多事情 每个人在踏拼的过程中 尊重我们够在那种环境 你如果想要有关来的那种理念 这就会更困难 这部位是在跟我们说 要好好利用 研究的环境 我们去做真正的工作 这样就比较快 才能够没挑 所以 每个人 对自己的环境 要有点厚 你如果没有点厚的环境 就去去真正的机会 既然在你附近的机会 让你尊重就带到 你若不去做 这就是做非这个机会 这是真可笑 所以 我们的祖先在观察很多人类的时刻 它就用较高兴的意愿 来跟我们说 这样有话 我们的观景 和一个目标的关系 是很简单 会去理解 但是 会在自己的过程中 无主意 在这些机会 这部生意是 跟我们在 上学学的关键去发挥 做会有最好的成果 这就 天气地理 成功的机会 一定是比较高 在这些机会 今天你的小意 要吃烤鸡 烤鸡水鸡 就讨论大家 特谢大家 感谢观看